這架屬於北極夕陽飛機公司的雙水擦飛機 在距離水陸兩用飛機碼頭附近 兩棟房屋之間的地方墜毀 民訊趕到的民眾很快將兩名機師救出 但最終都是回天佛術 機場的7名乘客中其中兩個人生命危殆 另外5個人也受傷送軟 但目前情況穩定 不造用這架飛機的是當仁多礦業公司 阿凡龍稀有金屬公司 乘客當中有3個人是公司的職員 另外4個人是該公司的客人 當時他們乘搭的飛機 是由100公里外的索爾湖框場返回王都市 這是當地繼上個月 在雷索盧德灣發生飛機墜毀後 第二宗的墜機事故 WOW TV 《雷戰日報》